这咱那个练的固人的踢到枪了 踢到前来就简单一手的枪 枪八级拳那个六合枪啊 六合枪它是非常费那个杀伤力的 当初那个忠爷就用这个大枪 非常出名 山出山入南少林 无一机关造成 这是真的 后来这个祝师送了他一袋标囊 完了呢他回证人那是八级拳 所以咱跟那个他们是有一个旺来的 但包括咱九宫成员的事情都会倒掉 他们也有八级拳 现在五当山也有八级拳 是吧 我上次去五当山的时候 他们表演的时候 还有八级拳 还有八级拳 他跟人打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六合枪练的好了 它什么样啊 就金鸡烂点头 咱的人上去 枪一进来 就你在正面看的时候 咱就听过去老人讲 你在正面看的时候 正面看的时候 全是枪尖 全是枪尖 你也不知道哪是真的 他一上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一晃 他那个枪 咔咔咔咔咔咔咔 那个枪啊 上下全是枪尖 你都翻不出来哪是 哪个是 是真的枪尖 所以说他撒上那极箱 你通那种非常好 太快了 对 金鸡烂点头 一撒就 哇哇哇 就像那个穿转的 简直的你前面一看 全是枪尖 全是枪尖 你翻面不出来哪 他们是人家 眼花了落 这过去水分高的人 一出手 那枪就全是枪尖 不理不让你打乱 枪的心思 我不是你想想的 嗯 你说现在的科技 所以我们把我们那个 鱼心那种研究 就顶成什么样 咱那个导弹 什么东风钢石油 什么东西的导弹 嗯 他一打出去 一要到跟前 十多个弹头出来 一个弹头出去 最后分成出十多个 你也不知道哪是真的 甚至有的都是真的 有的有假的 说没法拦截 拦截都没法拦 你看他通等兵器 和现在的兵器 他都是有相同之处 嗯 一曲同工是不是 嗯 一曲同工 你看他都有 冷兵器就是 你看到前面